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召烧不退 5号被送往医院救治 英国女王5号晚间 也罕见地发表全国讲话 呼吁国民要重视眼前的危机 合力渡过难关 这是伊丽莎巴尔市在位68年以来 第四次在国家危机时刻发表演讲 英国政府表示 由于仍有民众在非必要的情况下外出 不排除关闭更多的公共场所 甚至禁止民众外出锻炼 那么在大西洋的另一端欧洲大陆 同一端 意大利和法国新冠肺炎的疫情 有所放缓 两国5号公布的新增确诊和死亡人数 都有所减少 德国累计确诊超过10万例 仅次于美国 西班牙 意大利 成为全球确诊数第四多的国家 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 伦敦现场凤凰卫视 驻英国记者徐亮 布里斯托现场 英国社会学者何悦 以及在德国波恩现场 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胡学武先生 一起来关注英国疫情告急 大不列颠的至暗时刻 伟大的领导者在哪里 现在看物上如的志总报道 温莎城堡内 93岁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发表全民演讲 在为68年来第四次在国家危机时刻的演讲 女王正重向英国医护 及奋战在各领域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并强调了个人的作用 致自律 无所畏惧的坚韧 有着幽默感的处事 仍是这个国家的特质 女王话音刚落 唐宁街10号一个小时后发布消息 首相约翰逊确诊隔离10天后 仍有发烧等持续症状 预防性送医接受检查 约翰逊在3号的自拍视频 留下的最后一句叮嘱是 希望民众继续遵守居家令 无药外出 但暖洋洋的天气 诱惑着闲不住的英国人外出透气 公园 海滩 商业街道 巡逻警察问到时 市民都称自己是在使用 每天一次的外出锻炼额度 英国的防疫怪象 大概就是一边为医护打气 另一边民众和决策制定者 继续互相在危险的边缘试探 卫生大臣汉考课 2号结束自我隔离 领导防疫工作首要承诺 又把病毒检测计划摆上台面 但英国公立医疗大规模检测 依旧迟迟未果 停摆的英国议会坐不住了 原定21号恢复正常状态 如今100多名议员 致信议长霍伊尔 希望以视频方式正常工作 为疑痘重重的防疫工作 增加监督阴眼 截至6号 英国确诊数字逼近5万 死亡病例逼近5000 每日数千人确诊的趋势 仍未有放缓的迹象 而欧洲疫情最严重的 西班牙 意大利 法国 最新数据表明 防疫封锁措施正在发挥作用 意大利确诊及死亡人数 近日回落 重灾区伦巴蒂大区 重症监护士病床 从全部占用到空出数十张床位 不过中部阿达巴小镇 60名军血者中 40名病毒检测呈阳性 无症状感染者的比例 引起意大利当局关注 而部分人血液中 检测到抗体更是引起热议 比例是否意味着 群体免疫逐渐实现 意大利政府就未敢放松 伦巴地区规定 直到13号 民众外出必须佩戴口罩 跟随着西欧官方 最早要求民众佩戴口罩的奥地利 奥地利总理库尔茨此前表示 尽管戴口罩 与我们的文化习俗格格不入 但借鉴亚洲防疫经验 我们的民众必须做出适应性改变 拐点可期 欧洲封程措施何时接近 病毒检测是否成英国防疫 最大挑战 首相入院 谁需领导英国防疫战斗 英国女王说这一次 我们和全球所有国家一起 依靠科技的进步 和人类的本能的同情心来痊愈 我们一定会成功 成功将属于每个人 但现在看起来 离成功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我们首先来连线在伦敦的徐亮 徐亮现在94岁的英国女王 也站出来了 英国首相也住院了 这毫无疑问是一场国家的危机 现在全社会是否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好的 科夫 那么现在的实际情况 是你刚刚也就说了 像英国境内的新冠肺炎的确诊 和死亡人数 其实每天的增幅 目前都没有收窄的趋势 而且根据今天最新的数据显示 在过去的24小时内 但英格兰地区的新增病例 就已经高达400多例 那么今天6号的数据还没有公布 但是也有专家指出 累计确诊人数应该会突破5万人 那么结合治愈人数 以及死亡人数来看 英国的情况其实并不乐观 而且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不少英国的市民 还无视戒严令和社会距离措施 你就像刚刚周末 由于天气特别好 因此有不少民众 就打着出门锻炼的伙子去 公园遛狗 汽车 散步 聚会 享受光域 认为这个无所谓 没有什么影响 那么这也让很多 警守居家里的民众表示 非常不能接受 如果政府不采取严格措施的话 那么他们和医护人员 这两周的努力 可能也就白费了 而且目前的趋势是 社会各界希望英国的戒严令 还能再严格一些 比如说不允许出门锻炼 或者每家每户 只允许一个人 去超市采购日用品 然后并且延长这个戒严令的时间 而且我们也知道 就是据约翰逊早前宣布的 这个三周戒严令 现在已经剩下不到一周的时间了 目前国会议员也建议 戒严令最好持续到六月份 目前的政府工作人员 也是在草拟分阶段 放宽这个戒严令的要求 而且昨天就是约翰逊 因为这个新冠入院 而且他自己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感染新冠病毒之后 过去了11天的时间 因为发烧还没有退去 所以就入院了 那么首相府呢 目前只是说约翰逊 并不是紧急入院 而是去做一些检测 另外院方也对媒体表示 他主要是做一些基本的 关于肝肾功能 学小版的这种常规性的检测 但是社会各界还是非常担心 真实的情况或许比 唐宁这些披露出来的 要更糟糕一些 尤其是今天早上包括 俄罗斯媒体在那些外媒 他们称约翰逊在医院 已经用上了呼吸机 那么首相府的发言人之后呢 也站出来说 这个消息不太符合事实 但是约翰逊目前呢 还是在 好的学长 其实我很想问你啊 我们刚才看到在画面中 很多人在周末享受日光雨 也没有戴口罩 他们为什么会这么的乐观 是因为他们真的买不到口罩 还是说自己不担心被感染 觉得自己可以痊愈呢 有一部分的民众是 真的是没太把这个事情 是因为如果说 他们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个事情的话 我相信他们应该会像 其他的英国民众一样 老老实实待在家中 警守居家令 另外呢 现在在英国市场上 确实是出现了 一兆难求的情况 像日常的药妆店啊 超市啊 或者说是一些网站上呢 都很难买到 就比如说我自己刚刚是 上个礼拜因为采访的原因 我去了一趟中国超市 然后发现里面的口罩的价格 也是非常有点离谱了 所以很多民众 也是出于这个价格原因 所以也没有办法买到口罩 好的 谢谢许亮 我们再来有请在 布里斯托的何岳女士啊 您对目前英国疫情的走势 有什么观察 对于之前备受争议的 所谓群体性免疫 现在又被一些英国官员 提了出来 它在社会中引发了争议 你有什么看法 这样子啊 英国的抗议到现在 其实就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你看第一个节点是 3月11号 这个世卫组织将它定义为 这个全球大流行病的时候 从那一天开始 其实英国人已经开始 在重视这个事情 但是问题是 这个全球流行病 你怎么定义它 因为它是 没错它是人和人之间传染 而且它有个广度全世界分布 但是这个疾病的 严重性和致死性 那个时候英国人 其实并不是非常清楚 他们可能 我认为 可能将它跟SARS相比了 所以那个时候 英国采取的措施 是比较轻松的 当时已经开始被外界 在国内有看到批评的意见 但是这个在英国来说 这是它国内可行性的一个范围 所以当时在中国还出现了一个 对英国所谓的群体免疫的一个 非常的不理解 但是当时的那个群体免疫 是建立在英国人对它的理解 而且当时英国人是要求老年人 你们要自己保护自己 但是这个后来看来你是做不到 因为英国的老人根本就在家待不住 你想保护它 它不想保护自己 英国老人它偏要冲出来 它偏要聚合 就你保护不住 所以你看到到现在为止 帝国理工学院预计的这个 疫情高峰模型 这个高峰期其实还没有到 然后大家说是马上要到了 接下来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 这个高峰期就到了 死亡人数可能每天要 一千人 那预计到第一波为止 结束为止 英国将死亡 死亡人数预计是两万以下 所以整个来说 目前还在打第二波的仗 这个第二阶段的仗 所以第二阶段就是说 准备迎接高峰 修建方舱医院 招聘志愿人士 把以前退休的医生护士 全部招回来 整个都是为了 为这个高峰 要达到这个病人高峰 要把这个医疗资源准备好 那么一个目标就是说 所有的人为重的时候 我们都给每一个人 公平和平等的 急救拯救生命的机会 好的 谢谢何岳女士 我们再来有请在 波恩的顾学武教授 我们知道94岁的英国女王 是经历过 二战这样的危机的 时刻的人 确实这样的领导人 在全世界是很少的 他站出来说话 让人联想到二战时期 德国纳粹轰炸伦敦的时候 他也是做了一个演讲 来鼓舞国民激励民心 那么现在英国的情况非常严重 你如何来看待 现在英国的情况 这个英国的情况 刚才这个何律师 已经分析的比较透彻 我觉得这个 从历史的角度看 这个英女王能够站出来 发表对全国老百姓的讲话 是非常一个严重的事情 就是说他女王感觉到 就是说英国的国运 又一次处于一种危机之中 现在实际上在世界上 只有两位老人 有这个资格来发表这个讲话 一个是昨天 美国前国务卿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基辛格博士发表一篇文章 几乎在同一时间的 英女王发表这个文章 两人都是90以上的老人 他们都经历过二十世界大战 都经历过这种非常痛苦的 这个国家命运出现危机的时候 发表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现在情况 相对来说还是非常危机的 刚才何律师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欧洲的老百姓 尤其是英国老百姓 可能对这个事情看的 不是那么严重 这其实与学术界的两种观点 其实有关系 这个我们刚才也分析到 一个就是全民免疫论 这是学界 包括德国学界也有这种观点 另外一个 也是病毒学家的观点 就是说必须尽早地 采取各种措施 防止它传播 在德国现在的方法 是基本上采用了第二种方案 就是借呼吁中国和美国英国 之间的一种方法 就是稳扎稳打 步步为营 就是科学指导 灵活激动 重要的目标就是协调三个重要的板块 一个是个人的出行的自由 第二个就是全体国民的健康 第三个是经济的发展 所以德国现在实行的 所谓的居家令 它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居家令 它是比如说 两人以上是可以出去的 但是严禁在公园 在公共场合 像这个两人以上的聚会 是绝对不允许的 所以并没有在德国并没有出现 像刚才和律师讲的 英国出现那种情况 就是任意的比如说聚会 这种情况 警察出动了 比如说在这个柏林出动了 500到1000名警察 进行严格的巡逻控制 来保持这个静定的实现 所以这个现在德国的情况 相对来说还比较平稳一些 虽然感染人数在上升 但是死亡率在保持在非常低的角度 是 就您说的 现在德国的情况相比邻国 意大利亚 法国等等 还是算稳定的 死亡率也不是特别高 我们知道德国也在加大 对欧洲其他国家的帮扶力度 比如说收治一些病患等等 但是随着德国的这个诊治的数目 也在上升 这是否会发生改变 德国 我现在的观察情况看 它好像有一种 我们难以理解的一种自信 它的自信表现在哪里呢 第一个就是说 它的重症病人的床位 它在疫情爆发之前是两万八千张床 现在在过去的两周里面通过各种措施 把它翻了一倍 现在德国几乎有六万张重症病人的床位 这个六万病人重症的病人的收护的资料 这个床位吧 现在昨天的数据表只有40%到45亿左右 这个用上了 包括这个腾出一部分这个房间 用以治疗意大利和法国来的病人 换句话就是说 还有50%的资源吧 还是虚位以待 这是它的一个自信 第二个自信就是德国觉得 他们开始的这个检测吧 非常的早 德国的检测能力吧 因为它这个平时的因为各种各样的研究所 和各种实验室遍布全国各地 很小的实验室 它就有这种检测能力 所以现在德国的检测能力 每天是大概六万左右 现在目标是在两个月之内 达到每天50万检测的这样能力 所以它自信它能够控制着这个局面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德国在刚开始的时候 两星期这还比较慌乱 但现在呢好像这个又平稳一些 还有能力 还有信心 还有这个情绪 去帮助欧洲周边的一些国家的人 但是呢我们这边疫情 也实际上向前发展 今天达到11万左右基本上 就像您说的德国的自信 还是有一定的基础的 确实50%的资源还在虚位以待 做好了这个准备 我们再来有请在布鲁斯托尔的何月女士 英国的自信 我就不知道这是从哪来的了 包括约翰逊 约翰逊已经查尔斯王储这样的上层社会 这样的名流都确诊感染 您认为背后反映出什么样的问题 你看到英国查尔斯王子约翰逊 然后包括他的未婚太太都中招了 说明什么 首先第一 你可以看到英国人对这个新冠病毒的认识 它是慢慢加深的 我不知道约翰逊他会不会说 原来这个病这么严重 但是你可以看到美国人他们也是这样子的 就算英国王子和首相都中招了 约翰逊还进医院了 可是你看看美国那边特拉普他们天天开新闻招待会 人和人挤得一塌糊涂 根本就没有保持他们自己要求的两米社交距离 那为什么你说英国人都中招了 美国人不着急呢 我觉得在我看来 从我的生活经验看来 整个西方对这个病的认识到现在都没有像中国人那样 谈病毒色变 到现在都没有 尤其是美国 但是他们真的 那个意识 那个认识跟中国的认识水平 它有一个差度 这个没有办法说谁对谁错 但这个就是他们认识水平决定他们的行为 第二个看查尔斯王子 查尔斯王子年近已经过了70 按照英国的政策 他属于应该自我隔离 自我保护好的人群 对吧 一干人群 可是你看他不是的 他一样出去开会 一样出去参加慈善会 一样竟然为什么 这说明一个 第一可能他们当时对这个病毒并不太重视 第二你说明了 英国老人你就是管不住的 因为他们非常自信 他们就认为自己的免疫力抗得住 可是你到最后你看 查尔斯在真的免疫力自己抗住了 他一个星期以后就出来了 好 谢谢何悦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回来再聊 英国的疫情正处于知安时刻 我们现在有请在伦敦的徐亮 那么徐亮刚才新闻片中提到 很多人在献血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已经有了新冠病毒的抗体 意味着他们曾经被感染过 那么这暴露出英国 现在什么样的问题 那么英国呢 现在就是存在着很多 就是关于这个试剂检测方面 还有很大的不足 你像在英国政府 在很多周之前 他就宣布就是说 每天要至少达到 1万例的病毒检测 但是我们可以观察到 直到从上周开始 由歌夫开始主持 这个每天的这个例行发布会开始 然后这个检测的力度 才从大概每一天的6000到8000例 逐渐上升到9000例 然后再到昨天的1万多一点点 那么这也说明呢 就是英国目前其实 事剂还是存在一定的不足 尽管之前约翰逊已经宣布过 就是预定了350个抗体检测的事剂 但是我们从英国的媒体 也是从我们自己跟那个 英国公立医疗前进的医护了解到 目前他们其中还是有很多人 没有去接受到这个病毒的检测 也没有说去做这个抗体的检测 也是因为就是陆陆续续的 这个试剂盒并没有到位 那么另外呢 也是由于现在这个 英国公立医疗的人手 他们现在非常的紧缺 他们根本没有时间 去做这个警测科夫 好了 谢谢许料 我们再来有请在 波恩的顾雪武教授 就您说的 基辛格昨天 您也发表言论说 新冠疫情过后 整个世界将变得和以前不一样 那么到底不一样在哪里 您的解读 我觉得这个不一样 可能就是说现在吧 大家觉得这个 因为新冠病毒吧 它可能就是改变整个地缘政治 这个全球持力搏移的一个视角 你随便举个例子 就是说这个 比如说这武装部队战斗能力问题 现在这个出现的状况是 美军突然爆出在机首航空母舰上 都出现了大批的感染 中国的军方几乎是零感染 在其他的军事领域也出现这样一个状况 如果一个部队上失了整个一个全面的战斗能力的话 它会对未来局势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还有这个它改变对经济模式的影响 比如说这个美国的这个经营模式 它跟中国的生产经营模式 是跟欧洲都不一样的 就是对全球化的深入的程度 和这个你的地位分工都不一样 有可能这个疫后 这个大家会反过头来看 这个通过这个疫情暴露了 我在全世界全球分工的地位 是处于一种有利的地位 还是不利的地位 这会都会产生很多问题 换句话就是说 各个国家会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 这个自己在过去的三四年中参与全球化 这个所获得的东西和暴露的弱点 这个肯定会出现一个反思 这也可能基辛格昨天发表文章 一个重要的一个出发点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其实各个国家还是有能力 如果是互相有信任感的话 还是能够共同地打造一个 疫情后的全球化的一个新的一个版本 因为你离开全球化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四四年的这个全球供应链的形成 已经不是你每一个国家能想回去就回去的 除非你回到护城河时代 是吧 就是说我回到这个中世纪时代 然后这个护城河保卫我起来 但你不与外交往 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你一旦离开全球化 你这个整个国民经济会全部垮掉 所以现在欧洲的另外一个思潮就是 全球化我们继续做 但是我们要更多地进行战略储备 包括这个石油 医疗物质的战略储备 然后随时应付 向这个新冠非典 所突发来的一种危机 好的 感谢顾瀉武教授 感谢何月和徐亮女士 英女王讲话中最后一句话是 我们定能重逢 We will meet again 这其实是1939年 二战时期的一首歌的名字 意味着在灾难过后 人们还能重逢 不过在重逢之前 请各自保重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 《凤凰军军连线》 我是李科夫 晚安 We will be with our friends again We will be with our families again We will meet again Free one No matter where you're from It's alright we will not lose It's alright for you and me We're fighting for A better place to be Good day one That's oka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